就别再傻傻的考虑宝马三系了 以下这三款车型和它是同级别的 而且价格比它低 动力比它强 入手相当划算 等我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款凯迪拉克CT5 有一说一这款这是真的强 只不过就是定位二线品牌 如果它是一线的话 那么就没有宝马三系什么事了 官方指导价28万9千7到36万1千7 横降7万5 罗车型的20万就能够拿下 价格方面也是相当的合理 并且在动力方面 阿德仁T11T 马力能够达到237 套外者是7.9秒 全系标配 不分高低功率 这就是凯迪拉克的良心之处 而且外观方面也是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犀利 它打算达到了4.924 标记2.947 空间方面的表现不输宝马三系 而且赵管车还是纵制后驱的布局 操控非常的好 和你的配置还非常的丰富 现在价格方面一路暴跌 你还会傻傻的考虑宝马三系的入门级版本吗 第二款奥迪A4L 虽然赵管车不是后驱 开着没有宝马三系爽 但是赵管车价格合理 动力强 入门就搭得了阿德仁T7档 试试双利和变子箱 虽然也是分为高低功率 但是它的低功率版本马力也有190匹 而宝马三系的低功率版本马力只有156匹 打个更强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后把最坏能够达到6秒 拍着非常的爽 而且底盘还采用了强有独立显架 再加大众独有的调教 尽致入微 车浪4米8 欧巴 刘吉兰M908 空间方面非常的宽敞 车力的配置还非常的丰富 现在已经入手 车力强的狠 直到加299800到329800 又会能够达到106800 入门级版本也是已经跌至20万就能够拿下 诚意也是非常的足 并且在动力方面入门就是阿德仁T8IT 虽然也是低功率版本 但是马力能够达到200匹 后把只需8.3秒 而它的高功率版本马力能够达到250 后把只需7.3秒 动力非常的强 底盘还采用了强之后 取强而独立显架 在操控这一方面不输宝马 车达到了4米778 轴距两米935 空间方面也是非常的宽敞 坐进车内满满的应轮风格 而且这款车侧面残的是雪茄式的车身腰线 大家潜众往捷报的大车标 开出去非常的有面子 这就是这款车保值率不高 不过动力还是很强的 现在入手也是很划算 对此你怎么看呢 以上的三款豪华车都是要胜过宝马三系的 价格比达低 动力比达强 你更喜欢哪一款呢 好了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